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后我会把这个分为三个步骤 好 首先我们就来切洋葱 再来切培根 好的 现在我们把所有材料都切成块过后 我们就开始烹饪吧 第一步骤 我们先将牛油跟肥肝爆炒一下 炒出味道出来 炒出味道出来 过后加青菜 洋葱跟萝卜一起 让它颜色消过边 第二步 我们就将面粉让它变成白肉 就是上次我做意大利前层面的那个肉 没看过的朋友记得去看出信卡 还有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好哈哈 哈哈 好 哈哈 哈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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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个步骤我们就慢慢加入牛奶 等它滚的时候我们就加入马铃薯下去 煮到它们差不多软嫩 我现在才想到我忘记放洋葱 那就算了吧 给大家一个小知识 马铃薯里面的淀粉能帮助勾芡 你就不需要加太多面粉了 雕太小吃 煮成小时 煮到手上 煮到小时 煮成小时 煮到小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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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准备 过后在另外一个锅子 用了海鲜汤 并加海鲜进去 海鲜是个容易熟的食物 所以不用太久 大家煮食物超的 记得不要加海鲜进去 到吃的时候放另外一个锅子煮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在澳洲这个天气冷冷的地方 现在是冬天了 喝冷汤是最好的 这样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更暗张 打开小铃铛 你们的订阅分享暗张 是我前进的动力 还有你想看我做什么 视频系列的底下留言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啊对了 记得追踪我的IG 我的IG 时不时会发美食的照片跟视频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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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优独播剧场